8月3日,胡人队球星罗尔顿在接受采访时,一次炮轰了他现任的东甲NBA16卦第一豪门胡人队,此前曾有胡人队高管指出罗尔顿已经是半退役状态了。 对此,罗尔顿接触了公开反击,半退役,7200万积累公开反击胡人队高层,想为信任我的球队打球拿着4年7200万美元大合同的积累。 罗尔顿2017的一包赛季只代表胡人队打了一场比赛,出场13分钟拿下了2分一个助攻,在内之后,主教练沃顿再也没给过他出场比赛的机会。 目前,罗尔顿的合同,已经成为NBA名副其实的三大垃圾合同之一,最大的是火箭安德森四年8000万美元。 今下接受采访时,以总经理佩林巧为首的胡人高层表示,罗尔顿目前已经不具备在NBA打球的能力了,他已经处于半退役状态,因此可力预见。 即便卖不掉罗尔顿,胡人也不会继续赞用他了,但罗尔顿对此并不认同。 他在今天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,我仍然想要打球,仍然想成为一支NBA球队的一份子,但前提是不会加盟不信任我的球队了。 我曾经未信任我的人打过球,而且从第一天开始就努力抓住了机会,如果在一个地方得不到尊重和欣赏,我情愿去其他地方。 彼者认为,即便罗尔顿现在想要离开不信任他的胡人队,恐怕也是难上加难,因为按照他目前的情况,几乎没有球队愿意签下他,除非胡人愿意给出优质的筹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